歡迎收看 《用點心做點心》 自己動手最開心 歡迎收看今天《用點心做點心》 我是主持人瑋瑜 常常我們都會覺得 烘焙這件事情 好像很多工序 然後就會覺得停滯不前 不敢輕易嘗試對不對 沒關係 我們今天找到了一位 他其實在這個地方 非常厲害 因為它有工程師的背景 可以幫我們簡化這些過程 而且讓它非常精準 有效率地可以去執行烘焙這件事情 而且我們今天要做的是 很經典的一個小溪點 大家都很喜歡這樣子的 台式馬卡龍 但是要怎麼樣精簡這個烘焙過程呢 就讓我們來歡迎烘焙工程師 陳佳琪老師 大家好 我是烘焙工程師陳佳琪 大家好 對 老師今天要教我們 做牛莉對不對 對 而且是雙色的 是 我們今天做的是雙色牛莉 可是我覺得大家在實 實踐上最好是先做原味開始 因為一開始就是 要先學會走再學會跑 對不對 對 所以說我們今天加的做法 雖然是一個雙色的做法 可是建議大家使用 我們做原味的做法 先做到熟練再做雙色 會比較適合一點 對 而且今天佳琪老師會教我們 就是利用很多的小工具 你就可以簡化烘焙這樣子的過程 所以趕快帶大家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要教大家做的 雙色牛莉 所要用到的材料有哪些了 糖粉5克 好 我們看到材料其實大部分就是 蛋 牛奶 糖 然後還有我們的麵粉 可是工具的部分 今天就是佳琪老師特別要教我們的 譬如說 我們今天就捨去了攪拌盆 我們用的是這個量杯 對 很方便 對 而且這個量杯很特別 就是它的底下是特別要找這樣子 圓弧形的 它不會卡死角 比較好清洗 然後麵糊比較不會卡裡面 然後你就可以去找這樣的量杯 可是是兩顆蛋以下的配方 對 超過的話容易滿出來 然後就不容易打發 還有我們今天這個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擠那個 就是雙色牛莉 所以你需要一個就是 襯在底下的模型 是 這個佳琪老師也很貼心 幫我們想到了 然後你要去哪邊找呢 你可以去FB的烘焙工程師的甜點廚房 或者是YT的烘焙工程師 你可以去老師的粉絲頁這邊下載 就有這一個牛莉的模型 你可以這個 列印就好了 到時候我們也連結到 我們用點心做點心的粉絲頁 然後你就可以去 因為需要一個這樣子的模型 這樣可以確保每顆擠出來 是一樣大顆的 不會忽大忽小 這樣光會組裝不起來 可能大家有得小 好 所以這些都是你今天要準備的 一個工具 然後我們也要事先 先把我們的花嘴先組裝好了 對 先組裝才不會 大家手忙腳亂的 好 我們今天準備的是這樣子 平口的花嘴 對 這是一公分的圓形花嘴 好 我們就先來組裝這一個 花嘴了 對 好 請老師示範 花嘴的裝法就是 把花嘴放進去之後 這個給你裝 對 放進去之後 我們的花嘴剪了之後 一定要超過這個鐵的地方 一定要超過 一定要讓花嘴整個露出來 你論說它擠花的時候 那個形狀 就是這邊要讓它露出來 對 沒錯 可是不要剪太多 太多可能會容易擠到爆掉 容易整個 模具整個它那個 整個掉下來 所以我這樣剪太小了 我要再剪大一點 再剪大一點 要讓它露出來 多一點 其實它就需要抓一下那個大小 這樣子 對 這樣露出來就可以 讓它露出來 然後把這邊轉一圈 塞進去 轉一圈 塞進去 對 好 我們就把這個 放在涼杯裡面先備用 我們這先準備好 才不會讓它手忙腳亂的 盡可能把它這樣子攤開來 讓它空間是大的 這個 好 所以這個是我們前置準備的動作 是的 好 我今天是使用手指攪拌機 這個馬力比較強的 會打得比較快一點 打發的容器要確保一樣 就是要乾淨 無油 無水的狀態 所以這個要洗乾淨才可以使用 好 去檢查一下 很非常乾淨 有 非常乾淨 因為是新買的 對 好 首先我們要打發蛋白霜部分需要 蛋白 蛋白 對 以及我們的砂糖 砂糖 今天做法是一個分蛋式的打法 分蛋式比較細緻一點 所以我今天是用分蛋式的打法 而且這樣可以減少 失誤跟誤差 對 可以就是你可能用 全蛋打法的話 可能你打完之後 要立刻把它擠完去烤 分蛋打法做完之後 你可以讓它再撐一下都沒關係 都不會消那麼快 好 好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先打 好 我們的蛋白的部分 好 打發的時候 這蛋白今天是兩顆的分量 對 超過的話真的不太建議 因為量被打 因為量會太多 兩顆以上請使用我們的鋼盆 好 打發的時候 糖要分兩次放進來 等一下幫我分兩次放 好 我們就開始打發了 我們就開始了 好 打發的時候先打出魚眼泡 放進去之後 我就用高速打 好 它真的整個就被捲起來 好快 有沒有 才過幾秒鐘就已經打到這樣子 對不對 超快的 所以我可以加一半 可以先加一半 剛剛有沒有10秒鐘的時間 應該還沒有10秒鐘 還不到10秒 它太集中了 因為這次這個馬力比較強 所以打起來比較快一點 對 一般攪拌機也可能 大概10秒內會完成這件事情 然後就下一步 一樣去這樣打 好 出現這個紋路之後有沒有 你看它紋路對不對 好快 對 可以把糖全部加完了 對 好 我們把糖全部加進去 好 就繼續打 超級快 這真的是我們節目上 大概100秒鐘 應該每1分鐘吧 最快的 好 打到這個程度 我們看一下 扣扣挺 有沒有 有…你看上面這邊 有沒有 是非常快速 很挺這樣子的狀態 對 現在要注意就是 這邊很小心就是 我們很多人打 分蛋打靶的時候 加入蛋黃跟牛奶之後 它打得太久了 到時候它會消泡 所以我們目不利子 把它拌遠而已 我們利用是蛋白霜的空氣 而不是這邊打靶的空氣 所以我們蛋黃跟牛奶 加進去只打個1秒鐘就停了 1秒鐘 對 因為這個容器很小 對 好 那我們加進去 好 蛋黃 來 拿刮刀 好 用刮刀稍微刮一下 好 好 然後跟牛奶 牛奶 好 這樣進來之後 放進去 1秒鐘 停 好了 完成 所以我的 牛力的蛋霜 其實就已經打完了 因為我們還要加入低筋麵粉 所以你打開過頭的話 它容易消泡 而且我就不用分兩個容器了 對 這樣就可以了 是不是很快 對 很快 接下來我們來過篩低筋麵粉 這個 我們把它過篩一下 好 在這個紙上面 因為我不喜歡浪費 所以烘焙紙就拿來過篩完之後 可以再這樣來烤焙使用 好 這樣篩完之後 我們把這個紙直接拿起來 將我們的低筋麵粉 給倒進我們的量杯裡面 就全部一次下去 對 不用分次一次下去就好了 這邊要注意的是 有沒有 在打的時候 要稍微給它這樣搓兩下 讓它的粉掉進去裡面 否則會等一下打中 整個噴出來 那這邊要用慢速 等一下開慢速 1秒鐘 2秒鐘 3秒鐘 好 結束 吃進去了 完成 這時候用刮刀 再稍微拌一下就可以了 就是看不到粉就可以了 對 沒錯 好 好 我們這邊完成了一半 我們現在先拿一下 那個 電子秤 好 我來拿電子秤 然後我們稍微這樣拌一下 把麵糊跟麵粉 稍微再拌均勻一點點 就完成了 好 我們拿一下一個量杯過來 好 我們先拿一個量杯 我們這個麵糊 這個 這個 一刀麵糊 我們要直接倒麵糊出去 對 好 我們先分一半的麵糊給它 我們取一半之後 我們有一半要拌入抹茶粉 對 抹茶粉用這個細塞網來過散 好 我把給妳 這是日本的一個抹茶粉 味道非常地香 這個酌量 大概是2克到3克就好 不要太多 因為太多的話 可能會有點太乾了 不好吃 好 好 每個牌子的風味不太一樣 所以要自己拿捏一下 來味道 自己調整一下內容 對 我們把抹茶粉都塞進去 OK 好 我們倒進去之後 一樣攪拌器放進去 大概1秒鐘就好 好 分都均勻了 是不是很快速 對 很快 我們就可以裝入另外一個擠花袋了 對 好 我們就提醒大家烤箱先預熱了 你要調多少度呢 上下我170 放中層 上下我170 然後放在中層 好 好 這個給我 好 好 我們開始準備擠 對 擠的時候 先把這個麵糊先往下推一點 再到出口處 這樣子 看到它整個稍微冒出來的地方 就可以了 有 有冒出來口的 對 這樣子 好 對準我們的烤焙紙 在圓圈圈圈有沒有 來進行擠 好 我先擠一個中間點看一下 這樣子 稍微提高一點 然後往下擠 然後圓形搭標之後的平柱 拿起來 這邊給你擠一看 有味道 對 這樣子 對 你擠得很漂亮 這樣 好 提起來 對 可以再擠大一點點有沒有 還沒打標對不對 還沒到圓圓地方 所以要再大一點 對 擠到剛好滿圓就可以了 好 收一下 拿起來 對 這樣擠就每顆都一樣大 好 假設我都擠好了之後 我170度我要烤多久呢 我們進爐之後的時間 大概是先烤8分鐘 對 然後幫它轉個方向 然後再烤大概3到4分鐘左右 8分鐘轉向再烤3到4分鐘 對 好 我們現在都擠好了 還有最後一個步驟對不對 對 我們要塞兩次糖粉 糖粉呢 我們這邊是用純糖粉 然後用這種細目塞網 給它整個均勻地撒上去一次 每一個上面形成一個糖殼在上面 會比較好吃 然後再撒第二次 給它整個過兩次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煎爐了 好 好 剛剛說上下火是170度 我們要烤多久呢 170度大概烤個8分鐘轉向 然後再把它的時間烤4分鐘左右 8分鐘 然後轉向再烤4分鐘 對 好 我們的牛力就要放進去烤了 好 待會兒回來我們還要教大家做 內餡夾層的部分 所以我們要休息一下 稍後持續回到用點心這裡吃了 這邊我們的牛力的餅皮已經烤好了 但是要把它放涼對不對 對 先放涼 我們可以放涼的時候 把它這樣子 紙張拿起來 把這個糖粉給抖下來 有沒有 低掉下一個 對 好 你可以把它拿起來 對 因為烤焙紙的話 它很好脫抹 有沒有 這樣可以拿起來 我們這個紙張可以重複使用 可以這樣子重複使用它 這邊也是一樣 把它這樣子抖一抖 好 妳來試試看嗎 好 覺得剝這個還滿療癒的 對 很好剝 對 因為烤焙紙是還滿好剝的東西 然後我也不用擔心說它會 裂掉或者是破掉 所以最後撒糖粉的那個動作 真的很重要 對 就要撒兩次 才夠好 好 這先拿走 好 好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做中間的內餡 是 內餡我們做的是一個 傳統的奶油霜 這個奶油霜就是用 發酵奶油以及糖粉 就可以了 就這樣子而已 好 就是把它組合起來了 對 好 我們一樣要用老師的 對 用我們的打發神器 對 其實我覺得分量少的時候 用比較小的容器會比較適合 我以前試過用小的玻璃盆來打 可是很容易噴出來 它這個因為很深 它噴不出來 所以很方便在這裡 因為它注意的是奶油霜部分 一定要是軟化的奶油 所以如果你沒有軟化的話 可以把它放進微波爐 撒入微波就可以了 可是不能是融化狀態 那你就沒有口感了 我們把奶油剝下來 放在我們的這個容器裡面 好 好 好 放進我們的糖粉 糖粉 把這個攪拌機放進去裡面 一樣拿斜的這樣打 好 打這樣子有沒有 有紋路就可以了 就像這樣子的狀態 好 這樣就完成了 是 對 然後把這個刮乾淨才不會浪費掉 對 而且其實因為它夠深 然後它的那個又夠集中 所以我打發的效果會比較好 是 它會覺得更快速完成 你要打發的動作 對 所以我覺得量少的話 真的會滿方便的 這個清乾淨一點 才不會浪費太多損耗 好 把這個放在這邊好了 好 它內餡的組裝方式 基本上有兩個方法 一個是用擠花袋來擠這個內餡 那個方式直接用抹刀抹就可以了 那我個人喜歡吃內餡少一點 因為這樣比較清爽 對 所以用擠花袋擠可能會比較多 對不對 對 吃都會覺得比較膩 然後我覺得這樣子內餡上 會比較沒有口感 所以我比較喜歡用抹的 好 內餡做好了之後 我們就要開始組合了 是 組裝方式很簡單 拿個刀子或是抹刀 把這個內餡刮一些起來 然後給它薄薄一層抹上去 像抹果醬一樣 對 不用太多 好 抹完之後 它主要是做一個黏合的動作 然後把另外一個大小一樣地 把它放上去 就完成了一個 你可以是拚兩個同色 你也可以拚兩個不同顏色 對 妳來試試看 對 就是像這樣子 對 因為它是 就是常溫可以放的對不對 對 可是常溫的話 台灣比較潮濕 建議真的要保健盒 要放一個乾燥劑在裡面 它不會整個潮濕掉 那不然我是要冰嗎 冰著我比較不會潮濕 所以就是大概可以放幾天 就常溫的話 如果你有乾燥環境好的話 再放三天沒問題 好 但是就是盡量盡快把它吃 盡快放到肚子裡面比較好 盡快放到肚子裡面 很簡單 其實就是 不管是前面的 就是餅皮的製作 或者是我們中間夾餡的製作 其實都好像工程師幫我們 簡化了很多的過程 對 好 然後就我們完成 你就一一把它組裝完成之後 待會兒我們要來看看 最後的完成品是如何 所以我們就休息一下 稍後持續回到 用點心做點心 歡迎回到 用點心做點心 你看我們的 雙色牛栗的成品已經完成了 我覺得做雙色就是在視覺上面 就會有一些跳躍性的變化 對 然後我們除了 因為我們今天是加抹茶粉在裡面 所以那個 就是要去做不同顏色的變化 我還可以做其他口味的 可以 可可粉可以加 可可粉 然後或者是 好像也可以加草莓粉 對 紫薯粉 紫薯粉 對 它就會變紫色的 對 就是可以不同的顏色去做變化 那就會讓 因為大家都說 牛栗是台式馬卡龍 大家都知道 馬卡龍的顏色就會很繽紛多變 我們也可以讓我們的台式馬卡龍 牛栗的顏色很繽紛多變 但是你就是掌握 家綺老師教我們的訣竅 分蛋打法 對 然後你就可以讓它不消泡 你就可以去做顏色的變化 好 待會兒我們要來吃吃看 不過在這之前 我們今天教大家做的 雙色牛栗 到底用到哪一些材料 還有做法提醒呢 我們就一起來做個總複習了 將蛋白加入涼杯中打發 再分次加入糖快速攪打 拌入蛋黃以及牛奶之後 加入過篩的低筋麵粉 慢速攪打均勻 取一半的麵糊 裝入擠花袋 剩餘的麵糊 加入抹茶粉 拌勻裝入擠花袋 再烘焙紙上擠成4公分的小圓餅 均勻撒上糖粉兩次 放入烤箱以上下火170的溫度烤8分鐘 轉向再烤4分鐘後出爐 放涼之後抖掉多餘的糖粉 將牛粒從烤備紙上取下備用 接著製作內餡 將發酵奶油室溫軟化之後 加糖粉攪打至乳白色 將做好的內餡抹在牛粒上 並組合及完成 好 我要來吃吃看了 我其實拿在手上覺得它 就是有那種脆脆的感覺 應該吃進去也很脆 好酥 對 它有點酥脆的感覺 那有點彈性 你覺得 對 中間其實有一點像蛋糕鬆鬆的 軟軟的 然後它脆脆的那一層是在上面 就是我們撒上糖的 上下的那一層的部分 脆糖的部分 而且上面我們有加入抹茶的那一層 它真的有一個茶香味 對 因為日本的抹茶粉 都特別地有香氣 然後我們蛋糕體 因為有加牛奶的關係 它比較偏濕潤一點點 對 所以比較 如果你要更乾爽的話 可以把牛奶減少 或是不加牛奶也可以 不加牛奶也可以 對 可是會比較乾 像餅乾的樣子 比較不會那麼彈性 然後下面的這個原味 我覺得它吃起來就會有點像 雞蛋糕的味道 對 蛋香味 對 蛋香味 然後中間的奶油夾餐 我覺得 真的就是適度剛剛好就好了 因為它在裡面就會提供 有一點那種潤滑的口感 然後有一個很清爽的奶香 但如果夾太多的話 你可能就會覺得有一點膩口 是 對 所以你就可以去做出 這樣子的雙色牛奶 好好吃 但如果我想要保持它的 一直是這麼酥脆的感覺的話 我要怎麼樣去保存它呢 在保存上 我會建議至少把它 盒子裡面要放一個乾燥劑 讓它比較容易受炒 這個重要一點 對 或者說盡快把它吃完最好 因為自己新鮮做的話 可以把它吃光 好好吃 而且做法又很簡單 所以自己在家裡 一定要動手試試看 今天謝謝佳琪老師 謝謝 也謝謝瑋瑜 也謝謝觀眾朋友的收看 我們下禮拜見了 Bye Bye 為一會兒 啊 我會不會 一會兒 我會不適合 你會不會 他真是否 Sneed 你會不會